各位現在做千關節水平面的外展 水平面外展 水平外展 這個叫做水平外展 從中心線往外灘 這叫做外展 你看中心線越遠 好 靠近中心線叫做水平內收 來把它唸出來 水平外展 記得要加水平兩個字 再來這個是 水平內收 對 水平 你要欺負人嗎 好 來 好 所以今天關節可以 然後我看關節可以嗎 可以嗎 好 一般人比較少住這個 除非有沒有 像大腿內收集群的那個 躲內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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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也是做水平的 好 大概了解 好 先考試 請各位 我下喔 你們要記得喔 請各位 親好關節 關節分開來看 請各位 先把重心移到你的左腳 請各位 現在做膝關節始終面 右腳的膝關節始終面去區 右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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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膝關節始終面去區 好 停在這邊 請各位 現在再加上做髖關節始終面去區 走走 髖關節始終面去區 始終面去區 始終面去區 什麼叫去區 什麼叫去區 腳動變大腳 會不會變小 感覺是一樣右腳嗎 還是右腳喔 好 請各位 現在高材上一動 請各位 現在做右腳 關節始終面去區 怎麼做 第一個動作是這樣 第二個動作 始終面去區怎麼做 關節始終面去區 好 請各位 現在做左手 肩關節始終面去區 好 請各位 現在做左手 肩關節始終面去區 好 請各位 現在做左手 肩關節始終面去區 好 請各位 去區區 這樣算是很值得 好耶 這都不想 所以方便好 所以其實 不好意思 我放下來 其實你們如果 要不然齁 去區執害的話 很多在現場的工作 甚至說你在外面操場 看人家在走路 這個動作就是 練到什麼地方 所以 內行人 就要看什麼 有句話 內行人叫什麼 那種 看不到 然後 換他人 看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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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 內行人就看得到 你的關節哪邊 任何的運動就是這樣 只要身體的角度有改變 你就對應到有收縮的肌肉 這樣子了解 所以做任何的運動 我們剛才 關節的角度 任何的改變 就從四個方向 第一個 第一個是什麼 關節 第二個 第三個 第三個 第四個是 肌肉 好 然後下一個 請坐起來